捐6000做公益 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的普发6000元 预计最快3月底即可领取 立法人蔡世英特别邀请伊甸、创世、仁安、华山及家福等 基隆五大社府团体召开记者会 宣布自己领取的6000元将捐赠给慈善机构 向抛砖引玉邀请国人加入捐款行列 让经济成长的成果能转化为社会的爱心 估计这几年因为政府的财政状况很好 全民的经济更好 所以这一次的超征的税收的部分 那我们在立法院通过 要普发6000元给我们所有的全国的好朋友 那我想说借着这个时间点来跟大家宣导一下 从3月23号开始就可以透过网站来预先登记 那所以今天也特别跟各位报告这个好消息 那当然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很高兴 特别来邀请我们基隆市的五个重要的 我们的社会福利团体 请他们大家来一起跟市营一起来宣导 让更多的基隆市民好朋友 或者是全国的好朋友 当你拿到这6000元的时候 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来做爱心 来支持我们五大福利社会福利团体 让他们能够在社会福利的方面做得更好 出席记者会的金融市员五花家 与五大社福机构也呼吁社会大众 用小确信做公益 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可以获得专业协助 这次是普发现金 我觉得是我们生活上的小确幸 那我希望大家如果把这一点小钱 花在行工艺上 让好上加好喜上加喜 让大家更开心 包含说独居 还有失智症 还有失能的长者 那这边的话也希望说 民众有余力的话 也可以来捐赠这个爱心的捐款 那也希望社会大众 能够将这个6000块的普发金 能够发挥到最大的功能 大家可以普发6000注尿布 月捐300注6餐 创世基金会邀请您 共享乐助植物人 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样子的时间当中 民众能够发挥你的爱心 播出一些来帮助我们 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我们获得政府的美意的同时 也可以号召大家一起来做爱心 让更多需要被帮助的朋友 获得帮助 赛世音也代表知名食品业者 捐赠1000包牛嘎糖给五大社福机构 希望慰绕辛苦的社福人员 在享用台湾精致美食后 服务照顾弱势民众更有利 记者张奇藤 金融报道